非常非常多的更多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失败要多一成功 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做了挫折的时候 要需要他们这种毅力 一直去战胜许许多多方面 所以这几面我就想到了 许许多多走过来的以前 真的内心眼泪 无法去说一个内心的人 所以他们不容易 是是是 好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看比赛 大家看到刘雪人和牧子 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相遇 结果是刘雪文以3比0战胜了牧子 但是牧子在第一轮的比赛里 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他和刘雪文都是九胜四负 牧子的四负负的都是 应该说实力相当强的选手 比如牧子负给了文家 负给了邹宇林 负给了刘雪文 负给了丁宁 他是输了四场 但是他的排位很靠前 因为他九胜 胜了九场 所以他排位是和刘雪文定列 是排在第四 前面第一是李小霞 第二是朱宇林 第三是冯雅来 第四就是刘雪文目死了 后面是陈梦 丁宁 文家 吴杨 刘高阳 张强 刘雪 周西彤 狐立梅 所以第一次14个人打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定列第四 所以都是九胜四负 当时刘雪文是三比零 赢得牧子 所以今天作为牧子来讲 他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 每分每分的打 一定要拼 所以今天这个球 黄连你是什么判定的 其实这场球 可能对刘雪文来讲 也很重要 他是一个名字 但可能意义更大的对牧子 可以说这场球 可以说是一个 试验冠军的一个争夺战 那如果说牧子 如果能够战胜了 那他就入选 那入选阵容以后 那应该说 世界冠军十八球晚 十八球晚 所以这个对牧子来 更多的是看要看他心态 那看他怎么想了 如果你要觉得是一步之遥 那么你背上了包袱 想了太多 那可能你就很难去发挥 尤其到关键的时候 那如果你能够放开了 把这几 听起来还跟前面一样的 反正我赢一场是一场 对吧 我只考虑过程 不考虑结果 那么把水平打出来 那他也有机会的 这是运气球 今天牧子一上来 表现还是不错的 昨天他的八一队 八一队的教练戴莉莉 昨天也谈到牧子 他说牧子这个孩子 条件很好 就是有的时候探玩 现在最近一段进步很大 他是很有很大的潜力 对他也抱有了很大的希望 大王 四 牧子这队员呢 因为他打法是反手深交 所以他的打法反手很好 他弹的和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他给对方造成压力 应该说在中间层面 在其他队员里面除了主力以外 他的威胁是最大的 对他们 漂亮 五比四 刘士文打球 大家可以看到很干脆 出手动作不是很大 但是爆发力非常强 发力非常好 前头的放松动作非常好 另外呢 个子不高 不太大 但是他两面的这个移动 这个很灵活 所以由小邓雅平支撑 好 朋友们 我看你 在前一段 很注意不远的这种 就是整体系统的提高 就是我看还有一篇文章写你 就是说先做人后做事 也是中国冲锋球队的一种要求 是 因为谁的发展 一个运动员他要真正能够去 做一个优秀的顶线选手的话 他不仅仅是技术 而他是打一个中和 尤其是到大赛的时候 决赛的时候 一定是打一个中和能力的 那么他的这样的话 都对他思想警戒 修养 对问题的认知方式方法 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方面 也非常注意 运动员的各方面的中和的提升 在这方面你看刘世仁 何孟子 你的感觉他们在这个 人的整体系统上 还需要在哪方面加强 两个人不同 因为刘世仁他从进队以后 经过了他已经达到了主地层 那路子应该说条件是不错的 但是一些机会没有把握 那么没有把握好 那么没也出现过一个低槽 那么这个低槽事情呢 你要去破 要去增到这个阻力 那么这个路程也是需要去克服的 你比如说牧子他曾经调到二队 有一段时间 两次去参加二队的训练 非常不容易 但他能够克服住 能够顶住又打回了一队 这点对大家来讲的是 所以我认为是个意志力的 很好这个磨练 上网 六 鼓七 现在到关键桌的处理 那确实呢这个黄领队讲的 这个先做人后做事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心里头 他都有一点称 如果你做人做得不好 对别人不好 或者是老占别人便宜 或者是缺乏奉献金钱 那么这个到关键时刻的话 你老在大家的里面 你得不到认可 见了谁以后 心里都有一点愧疚 那这对你的球的技成长 肯定是会影响的 而且平常就是两个人训练 你多帮助别 别人也会帮助你 你不帮助别 同样别人也不会用真实的东西来帮助你 对 这是相互的 现在产能比分8比7 高跑球 行动相持 球 球比7 现在木子呢 刚才黄领队说 他是反手是反交 反手是生交 生交呢最重要他是交粒了 所以交粒他的速度快 但是他的球的中选能力 就不像反交有摩擦 所以这时候呢 你看刘世文刚才呢 我看就挂了旋转 对对对 他最大一个变化 他是挂旋转的 你看他5比7落后 后来他改变了节奏了 那都是旋转来挂 这种但是挂旋转 挂旋转以后呢 木子呢 一又想发力 但一又旋转要 身边就有一个问题的 不是那么很有发力 所以他没有 在刘世文节奏变化以后 木子没有变 他就结束了 没错 所以他连续输了5分了 现在说 这样刘世文在关键球处理 7比7的情况下 连赢 连赢了4分 这样的话 第一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开瑞有紧青双牌 斗大劲大 空间大 开瑞汽车 3 6 1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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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瑞有紧七双牌 斗大镜大 空间大 开瑞气出 老板 你们都在办公室吧 我给你们发了文件 文件 通话时还能四G下载 现在马上打开 老板 文件打开了 三星Galaxy Note 3 边说边笑 四G体验不间断 第二季比赛 好 观众朋友 第二季比赛开始 黄连队 你觉得 黄连队 刚才你也好像看了一下 看看他们的口型 听他们说 你觉得两个教练的指导 大概有什么意思 其实 黄连队 黄连队 讲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刘思峰在节奏变了以后 让他要反手 主要是在这方面 就是他拉你蹭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着 还想压他一下 不要去碰去 还是就完了 他一般的指导 你敢去接力去 我们就说把这节奏给他用好 还是在说这个点 这个球 而且让他要坚定 因为他一给旋转以后 身交玩玩什么 有的时候会说常常不坚定 不敢发力了 你身交你只要不敢发力 你可能你就完了 就完了 而且不敢发力再往后一退不动 是吧 你需要赢钱 其实前面上开局的时候 他是比较坚定的 就达到达到5-7领先的时候 呃 刘思峰节奏一变以后 他就有点挺了 反过来他不敢不敢弹了 所以深招下这个打法 如果说刘思峰今天 只要把节奏感处理好 是吧 速度以旋转处理好 节奏处理好 那么牧子会给他做出很大的困难 我们就看牧子 牧子如果要坚定 要坚定 还是要敢移 弹 把自爱 像这样的话他就比较 好的 3 5 1 因为 用一些这种深招打法 你一定要把你的特点打出来 你特点就是什么 反手弹击 要敢一发力 好 好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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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球打的也是比较怪 大家可以看 他是轻轻地拉了一个低弧线的高调 钓到了木子的反手 这个线路就比较活 所以打平凡球比赛 特别是对内打的时候 可能和对外还不太一样 大家都太熟悉了 所以你要粗心 所以觉得开局木子开局的不错 但是在3比10线上 我们看到刘思雄现在变化还是会多一些 你看在这两个鞋落后以后 他明显的速度要快于木子 按道理是木子快于他 嗯 他点很快 使得这个木子来不及 啊只是在对付不能够进攻 啊又又山手上了 多快啊 他比他还快 对所以先打动非常重要 对他就不给木子有机会弹吉他 只要一形成木子 他能够发力弹吉的时候 那他就难受了 嗯 所以就是黄领队说的 现在基本上把木子的第一板弹吉啊 给控制住了 漂亮 啊这个球很不容易啊 这是刘过来这个刘思雄退到中台以后的两边两边的拉大家看这个并不是他的长腹对对对而且这个直线最好一个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就要反手中台四的直线这个球不好拉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 而且我们看到刘思雄 这一场球他对木子的接接球的点他搏过来的点处理很好就他的用接力很好 很主动 很主动 今天刘思雄打的是比较主动就是尽可能破第一板刚才蔡萌老师说的就是把你第一板你能够上手弹压住他这一板把他破掉首先把这一板一破掉以后啊主动上手那这样形成 对那他很快啊他不退那以往呢有的时候所以叫啪一弹你他有点沉他就往后退一推一拔他就来了就第二板在补 今天刘思雄你你弹了以后你看我仍然是顶在那借他的力量合力合得很好接力借速度然后呢这样摩擦很快的球就过去了就这样的话就破了这个木子的一个压他的一种快的节奏 3比3 主持人在场上这个战术的应用还有时间这球的时间点的掌握是比较好的因为跟这种分交打法打这个他打过来球很沉就你很难去发力打他去那今天刘思雄我们看到刘思雄跟那个木子打的时候 就像反交给反交打一样好像他的身权起重不大 嗯 你看有的时候身权也打得很别扭很沉但是你看今天有时候处理很好 好 我反过来 木子今天就一旦打不通的时候我怎么去变去是吧我怎么去想办法周旋一下再回到我的程序那今天没有所以他就比较被动了第二季显得上来以后一下就立个路后了 有点感觉有点让刘思雄给他弄乱了对对对就刘思雄呢一憋住他这个反手发不出来对然后就像黄领队说的应该调整这个调整过程也调整好 嗨 就是于这运动员的场上当他当你打不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变了所以我们说是比较好的运动员和运动员顶尖运动员就他才打不通他能够变随时变 有些打不通他就变不了了就今天这变化少了你打不通的话怎么办那他没有想说目前来讲还没想到 能想说一个更好的方法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来看下一集比赛 水中贵族 白岁山 好 观众朋友 双方第三季比赛开始 黄令队 我看中场的时候 我们播广告的时候 我看两个教练的指导的时候 运动员还有交流 你看刘世人说 我不能着急 你主动地就暗暗地说 在这方面你们队里头 有什么在教练指导方面 有什么严谈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这个是一个运动员 和教练的一个默契 就教练运动员 他在某些时候 他说某种话的时候 说明他心态是个什么心态 那么这种是要在日常 长期过程的相互地摸索 来掌握的 比如说包括他一个表情 你他在什么表现出来 他已经不自信了 那教练员就会知道 他已经开始不自信了 那这个时候需要鼓励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在领先顺的时候 他会出现什么呢 后面可能会松一下 或者说很着急地想赢 把他就赢下来 那这个时候要提起 不能急 不能急 他这个不着急 它有多种含义在里面 所以刚才刘世人说的 不着急 在下面一集 我不能接 我还是能够把节奏控制 所以有李强刚才有一个来讲 对的你不要急 只要掌握好你的节奏 这样前面 始终在你的节奏上 一集可能把你自己节奏打乱了 那么李准刚才说的也非常好 在指导的时候 他说你现在 一定要把他打乱 因为森林招一定是破坏对方什么 让对方乱 慌 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把刘世人打乱 打慌了 而是反而是刘世人 你才把他打乱了 所以就让他 第一个 你不要乱 然后真的把他打乱 第二个 要咬住 他会 就是等待他犯错 他会有犯 但你要缠住他 你要缠住他 他一时间 那你就完了 你只要缠住他 等他犯错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机会来了 然后你再把他打紧张 就好打了 三比二 现在牧子好像 显得有点 有点自信心 显得不够 失误也比较多 现在场上比分三比二 刘世文发手 刘世文是比牧子小两岁 今年是二十三岁 牧子是二十五岁 他们两个我刚才讲了 家乡和王楠一样 都是腐顺的 但是刘世文小的时候 而且他们的启蒙教练 也都是张经青教练 刘世文可以说在他成长过程中完全就是看着王楠 所以他早就提出 要向王楠学习 要拿冠军 刘世文继续比赛 我看中国队能够长胜不摔 跟你们队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我看外国人一听 有一次到国外比赛一交流 他们觉得好像他们队都没用过这些招 比如我们有一百个招 他可能用十个招 差九十个 那这个自然的 在这方面的深度就显得不够了 是 其实打球就是一个斗智斗影 斗智斗影 他这个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性格脾气 那么如果你要在球场上 往往他本人日常当中生活中的一些性格脾气 都会在场上流露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要在日常当中 你就要去观测他的一些习惯 做事的方法 那么哪些做的是好的 哪些做的不行的 我们要引导 因为你当看球场 球场那个你完全看得出来的 有些问题就是为什么 那么你再考虑到看他平时日常生活 觉得那么有些问题 跟他做事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就要去引导 去鼓励 这几个球目击打得很坚定 一旦的现在双方 谁急着发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失误就比较多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刚才说的胸口稳 还有心理的踏实程度都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士文 刘士文是2004年进的格亚队 然后09年就开始紧喷了 特别是在2009年的10月份的 广州世界杯刘士文就战胜了 这个半决赛战胜李小霞 这个前面战胜金锦和 然后拿到了冠军 2013年他又拿到了这个总决赛的冠军 所以这个刘士文现在呢 就是世界杯已经拿了 我印象有两次了吗 两次世界杯了 对 有 有 有 然后呢他这个 直接巡回在总决赛拿冠军 现在缺的就是世界赛 是比六 穆子是比刘士文大两岁 穆子呢他的父母都姓李 后来爷爷做主 干脆把那个李上的一个木底下一个子叫李 所以就干脆将穆子给拆开了 这样呢就给他叫穆子 希望他能够独树一帜 结果呢穆子也是很争气 06年从国家二队到了国家一队 获得了2012年全国锦标赛的女双冠军和2013年全运会的女双冠军 现在希望是在单打上有大的出错 漂亮 5比6 5比6 直接放开了 你 可以说是破釜沉舟 啊 今天八一队的教练戴莉莉 都到现场 在观看 为木子加油 嗯 还有李毅曹征 他们都来自八一队 嗯 看来这个香气能力啊 这个刘世文还是比较扎实 你能感觉到他这个动作的规范 啊 这个 今天呢 刘世文打得也很好 嗯 确实 漏洞不多 犯错不多 没错 所以这个球处理真的很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木子要有一几分之 要弹得住 要缠得住 啊 不要轻易放弃 要黏住 弹住 是吧 好的 对 一分分追 一分分来 那这样的话 可能也有机会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心心不足 啊 一放弃 一口气一松 那可能你 这球就很难打了 没错 这项木子昨天说的 就是我一分一分打 一分一分的远 其实这个过程做好了 结果没有了 是 现在7比6 黄领队你们去年的这个职党在这儿 为什么今年又安排在镇江 有什么原因 确实镇江从市委市政府 包括镇江的区域局 嗯 和各界 啊 对我们可以说是 可以了大量支持 他们在组织 承办这个比赛当中 可以说 组织工作 嗯 包括观众啊 这个 欣赏水平 热情 6比9 可以是 最好之一了 我我们华队在 搞了很多比赛 对 那你说这个什么 跟这个在日本东京和这儿 地理位置相似 在江边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也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没错 非常热情 嗯 可以说每一场都有很多观众 这样锻炼价格是比较高 对 对 确实我也有这个感觉 感觉他们很成熟 是 好 现在刘世仁发球 9比7 前两集刘世仁在2比0里面 这场比赛的胜格 想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乒乓球锦票赛 很多地方啊 其实都想主办这样的大活动 我看他昨天温州好像 代表团也来了 要征办这个是吧 但是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 你们有什么要求 能不能说一说 就是你们这国家队的集训 或者国家队的这个比赛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嗯 别慌 包括他变现的时候 你就这么拉住别 就接好了 一定顶时的冲 不是说 我们先听教练讲 盲目的还是顶着冲 就是什么 现在这是刘志强教练 好吧 接发球的时候 他现在整个的 我看他也没什么态度变好 但是就是如果说 这球下球 你赢了他发球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我刷 但是呢 你自己稍微盯紧一点 接发球控制住 他现在整个的信心不是很长 你只要自己把自己节奏控制住 坚定 打战术 OK 没问题 好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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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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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很关键 现在到了关键球了 目前到了全场的赛点 如果刘志伦再赢一分 刘志伦就继李小霞之后 成了第二个 参加世界乒乓球总交赛 东京世平赛的 中国队员的正选名单 这时候 这时候牧主必须要有信念 要敢于出手 刘志伦接发球 这个球其实接着比较着急 想要一板给他拉了执难给他拉死 这个时候是要以命中为主 以落点和命中为主 到了关键栅 对 没错 现在刘志伦发球 站在反水位发正手 高抛球 插到正手 形成相持了 哎呦 插边 这是个运气啊 这基本是上边缘 你看那球的跳 他插到边以后往上 是 是 所以肯定是上边缘 这个球可以说 脚子比较大 够了一下 够过去 反正够了够了 这也是慕子的一个运气 运气不错啊 现在慕子也是站在自己的反水位 瞄了一眼对方 也是发正手半靠炮发球 结果 结果这球的质量难度并不大 结果失误了 说明他心态还是比较急 这个时候从森条来讲 他就是要坚定的方法 弹绝对是要果断的 稍微游一下 是打折扣的 没错 因为他是焦力 他不是平面 对 因为他不好制造旋转嘛 对 焦力要击打 对 才有效果 11比11 你看刘主任有变化 刚才是高抛 现在首先是不高抛了 低抛 根据规则规定的是16公分以上 对 结果刘主任拉球多了 11 这个球是不是比较难受 就是生交戳长的过去 是比较难受的 戳长是吧 但看到这两个球 其实刘主任也有想法 他的动作 你看他有犹豫的地方 这个场景你看 他 等了一下 让了一下但等一下 又得瞄了 对 对 所以跟平时那个 一关刷就出手 对 12比11了 这时候就是对意志的考验 这一下 你这一下砸住了 你就得一分 你砸不住就丢掉了 这个时候运动员 其实真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是 这个要千锤百炼 你到那时候才不走形不变样 对 对 现在又回到了起跑线 12比12 刘世文发球 那今天这个这个道场呢 有这个著名的这个小学 就推荒球重点学校 八叉象小学 师生都到了现场 所以声音现在比较嘈杂 这个球跌得很简单 那说明在关键时候 这个心态手还是仰啊 还是犹豫 你看到关键上大家注意看 回合不多 为什么回合 其实心态在取得很大的变化 没错 每一个球我们可以回回回回回手一下 那实平以后回合都不多的 没错 13比12 半高抛 拉起来 那结果游说人反拉 这球没有拉到 13比13 所以打到这种时候 就是考虑一个制造旋转 打命中 打落点 那这个时候谁都在紧 谁都容易使 你看这个实平以后 我们没见过过三板球的 这个三板眼泪就丢了 一板两板就丢了 这个时候大家心态都在叼 所以 出球都会有 动作有抖心 我们看看 漂亮 木子这个正手拉球啊 他是反交 正手啊 还是很有实力 而且身体素质好 爆发力不错 先下手为强 在关键球处理上非常之重要 就是因为防守的难度比进攻还要大 14比13 漂亮 啊 结果木子呢 是最后反手一个加力打斜线 表现得很坚定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我觉得正是黄领队说的啊 就是通过这种赛制啊 通过这样的像镇江这样的组织 比较好的条件 使我们的运动员得到了这种好的锻炼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看下一集 真正的风范 是梦想 是胆识 是眼界 是你坚持要成为的自己 七排 活该快乐 东风标志3008 S静 第四局比赛 慕子发球 0比0 现在进入到第四局比赛 现在慕子扳回了一局 是1比2落后 现在第四局慕子发球 你看刘世文这球 这就是点吧 是吧 浮现突然挺高 这样你根本就想不到 对 而且森椒最怕的就是一个 包幅线 深的底线 那种旋转的高一点的旋转球 森椒是最难受的 因为它使不上劲儿 漂亮 这里打着森椒特点来了 对 而且呢 而且呢 他现在的这个物资啊 他的反手啊 他点加快了 然后他点加快 然后他压住对方了 所以他是优势地压下去的 那先反过来一下 那如果是 如果是谁在击球点啊 在高点往下砸的时候 球过去一定是有威胁的 没错 如果你的点晚一点 你实际上被动的 往上抬 对 往上抬 所以打球的意识嘛 对 要融钱 对 漂亮 这时候你看木子啊 他比较心定了 能看出来啊 不急了 到中路你看这个球 刚才到中路趴一下 这个这个 贴一板 你看这都是反映了 他这个状态啊 比较比较好 对 就是他的心 没有干成那么慌 没错 定一点了 蔡某斯刚才说的 比较坚定 定一点 就是 这就是刘志强教练 黄领队这个刘志强教练 带领河北大洲海人俱乐部 打得非常不错 你觉得他有什么特点 刘志强的教练 一个是他比较年轻 而且呢 他在国阿队多年 对国家 而且这个人 他比较 这个教练比较动脑筋 也善意学习 现在华队多年 他一直都很关注 华队的很多 就是教学啊 就是计划 就他回到河北以后 担任河北队的教练 包括基督部教练 就他一直带队带着不错 就是说这几年 河北队又重新 慢慢慢慢一步又起来了 没错 现在梁静坤 是 陈津奇 对 都成了一线的主力 过去河北 你像这个什么 李锦光 西音亭 王文荣 那个时候非常强 后来南队就一度就不行了 当然有出了个 萧球的大王浩 世界冠军 包括像唐山的什么 什么杨广帝 徐向东 那时候出了一批 但是现在你看 唐山的 就是这个梁静坤 秦皇岛的陈津奇 这都陆续的开始露头了 尤其梁静坤被誉为 是2014年的黑马 在第一次的比赛中 他是战胜了张继科 战胜了马文 3比5 梁静坤这个队员 我认为潜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他最近他的提升也很快 技术提高也很快 在小的一面 年轻的队员一面 可以说是非常有潜质的一个 一名人 现在木子也有点想法了 在第三次的时候 他看已经 而且第三次他一路落后 后面他人放开了 也不响了 人也定了 后面的球打得很好 尤其在赛点以后打得非常好 持续上来以后呢 开局开得不错 后两个球 后面又开始有点薄 有点宝质就是人在击球的时候 你 好的 对 就是人在击球的时候 他老一点往后 没错 抬 你说这个能转移到 反过被那个刘思文压的 如果说他能够迎前 打最高点 就像我们说打战样 至高点往下 往上从下打 那肯定就压着对方了 对 那反过刘思文现在也改了 他一直往前压 比他还压得凶 打起来 7比4 这板球也不是很合理 他现在只有薄杀嘛 达到4比6了 可能一个自己的乱 第二个只有薄杀 你要稳也稳不住 你现在他落后 但是我觉得这场球对木子来讲 还是有很大进步 你能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在第三局的关键时刻 能够过离关 你看我们今天刘思文显得就是 我怎么只要有机会我就上手 怎么就压住你 不给你压我 哎呦我要压住你 所以就反过来了 没错 这个我没想到 所以刘思文今天这个战术啊准备非常充足 是 因为我想了肯定今天什么他们俩 肯定会把刘思文打得很难受 因为肯定是打香吃嘛 你打香 那木子哗哗哗哗我压住你 可能这个球就会很好看 焦灼的这种状态会很多 但是比如说今天上来 我看 他的打法有点像木子一样的 压木子 所以使得木子啊 在第一下下手那一下 没有了 减弱了 现在木子又是跟上一局一样 又落后5比8 看能不能反过来 好的 你看就这种球就有威胁 把他反手当弹出来 他一弹的话这球很突然 对 而且还有点下沉 刚才那个位置也很好 又打在中路 那刘思文看起来啊 他这个经验啊 和这个技术全面性 还是在木子之上 你看他这个调整能力很好 8比10 有点急了 我看到 所以这个在场上啊 其实心理这种变化 有的时候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看到表现就变 为什么一会儿落后了 然后一会儿追回来 追回来 然后又要领先 一会儿又输 连输就是一个心理态在变化 嗯 想赢了就保守了 好的 心意比较 今天 刘思文一直在进攻 没错 是不是压了对方 但今天木子其实 还是还是不错的 表现不错 表现不错 就是说他没有放弃 在林比亚落后 第三季一路落后 一直被对方压成高下 就要打到赛点 最后英里举下来 所以这一局 也是先落后看 他能不能追回来 8比9 现在8比9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 为大家现场直播 东方凯旋队2014 直通东京系列平凡球 公国队第二次选拔赛 已经有了李小霞和张地科 那么这次又要产生一男女 两个名额 这场比赛的胜者 就是一个女的名额 8比9 木子落后 半包刨发球 打点 哎呦 太可惜了 这个球 他想的 跑死了 结果呢 刘思文还是 等得 挺准的 现在角度大 还是一够 够了 够回去了 这样刘思文就非常主动 2比1局处领先 第4局10比8领先赛点 包刨球 这样刘思文就以11比8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最终以3比1战胜了木子 继李小霞之后 成为了中国平凡球队 第二个进军东京式平赛的名额 占据了这个名额 我们请黄阳领队 简单的点评一下这场 这场球我觉得对双方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比赛 而且在场上的表现 各有千秋 更多的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比赛 对运动员这种心理也好 大赛也好 这种磨练 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希望 他们能够下来总结 好 这种目标 感谢观看